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ore 您對澳洲留學移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訂閱我們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我們有新的影片有新的消息 您對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OK 同時這邊也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如果您對留學諮詢 技術移民諮詢 甚至GTI等等的 也歡迎大家利用我們的這個表下面 右下角的表單 你把這個link打進去 你就會看到一個表單 把資料填寫完成 我們都會透過雲端的方式跟你聯繫 甚至直接幫你安排雲端諮詢 好 今天這個好消息不斷的來 除了有些簽證下來以外 我們看到一早的這個新聞一來 就是澳洲的這個Albanese government 已經確認 基本上我覺得沒問題 那當然我現在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聽了我一直在罵的東西 那當然你如果發了我的視頻夠久的 你會發現其實我一直在講這個澳洲的 雇主擔保簽證的 哎呀 爛透了 居然要打三次三個廣告 然後又要等28天 又要花這麼多的錢 然後申請週期要等一年 我的媽呀 你知道嗎 今天才剛拿到一個偏遠地區 雇主擔保簽證 等了多久啊 拜託等了9個月 我的媽呀 而且這個還是只有提名而已 他簽證不知道還要等多久 但9個月夠久吧 哪一位雇主願意拼一個人 然後得知這個員工 要9個月後才能來工作 可能會幹這種事情對不對 或者是哪有一個員工知道說 我今天欠這個東西 9個月後才能過去工作 那我們今天簽證幹什麼啊 好 OK 那澳洲當然遇到了很大的問題就是這個 遇到這個疫情 在後疫情的年代 缺工缺道炸掉了 真的是炸掉了 那政策再不改啊 真的真的不行 那很多人會問說 但澳洲政府為什麼要做這個政策 我這邊跟大家講一個 小的一個歷史 當年呢 當年就是前任政府 自由黨他們上台的時候 這個其實有時候 政客玩的遊戲都這樣子 他們每次上去 都想要做一些些許的改變 所以當年的這個移民部長 也是現在澳洲的 這個反對黨的Leader 就是Peter Dunn OK 那他們那時候講什麼東西 哎呀這個 境外人士啊海外人士啊 都來搶搶我們澳洲人的工作了 所以我們要更改這個雇主擔保工作簽證 好我們把原本的457 我們也不要叫457啦 我們換個數字改成482 到底有沒有意義 完全沒意義啊 改這數字有什麼意義呢 完全沒意義 除此之外呢 他強化了這個LMT 就是Labor Market Testing 他說啊 如果任何澳洲的雇主 他要聘一個海外人士來的話 你必須得先打三份廣告 每一份廣告要放28天 有意義嗎 澳洲拜託澳洲片野地區 有些地方根本就找不到人工作 你還打三份廣告 浪費錢 浪費時間 然後呢這個新的482簽證 還要雇主捐錢啊 我的媽他們叫Skill Australian Fund 那誰要做啊 那當然你會看到這四五年來 整個雇主擔保工作簽證 真的是爛透了 沒有人要做 當然我在中間還有申請了幾個啦 但是跟以前比起來 真的是沒人想做啊 如果你是一個小的企業家 開了一個小咖啡廳 不一定在市中心 在比較偏的地方 你招不到人 你剛剛開業 然後呢 你要打三份招工的廣告 你本來就找不到人了 OK 然後還要再捐錢 我的媽呀 那錢花下去多少啊 還沒有聘到真正的員工 那個還沒有真正的員工來幫你 的這個企業打工 你就已經在燒錢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爛政策 Anyway 現在新政政府呢 終於有好消息過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消息一下 然後來聽一下這個記者講的東西 OK 這是今天一早 Sky News馬上過來 所以我一看完以後 今天下午一忙完 馬上來跟大家報導一下 我們聽一下他講什麼 然後 然後 A major review into Australia's immigration program is expected to shake up the employment of skilled migrants.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may remove a current blanket rule which dictates employers must put out job advertisements before hiring skilled migrants. It comes as the nation struggles to recruit skilled migrants because of a lengthy visa processing delay. The shadow immigration minister Dan Tehan says the coalition supports the hiring of skilled migrants but argues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needs to be taken. What we've always said is that we were happy to reduce red tape when it comes to bringing skilled migrants into this country. Now that labor market testing requirement is a red tape which has been placed on employers. 好 這邊的重點呢 就是他這個所謂的red tape red tape 什麼叫red tape red tape就是基本上澳洲人在講 就是紅色的貼貼條啦 貼在那邊都不能動他的 他基本上就告訴大家說 這個 labor market testing 需要放廣告的這個東西 是一個基本上是干預整個雇主擔保 工作簽證的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是兩黨 就是執政黨跟反對黨 都同意要把它給remove掉 好 那我們來看他下面這個 基本上這邊寫的東西 寫的很短啦 因為這個消息才剛出來而已 他說 A major review into Australian immigration program is expected to shake up the employment of skilled migrants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may remove current blank rule which dictate employment to put out job advertisement before hiring skilled migrants 基本上跟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已經解釋的差不多 那我們來聊一下 如果這個LMT 這個打廣告的部分 完全移除掉的話 對你我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有非常大的好處 因為第一 這個澳洲的雇主 還有呢 如果你是剛移民的 你要創業的話 你的成功率可能就大大的加高了 為什麼 你很多的海外移民過去想要開的 是自己文化類別的生意 比如說亞洲超市 你亞洲超市 你不可能去拼澳洲人來賣啊 或者是你開了一個珍珠奶茶 你不可能 剛開始就拼了一個澳洲人來 來在那邊做珍珠奶茶 他可能都不會 你要教他什麼東西 而且很多東西從海外 這個進口進來的時候 都還是他原文嘛 對不對 你要找一個懂得你文化 懂得你的這個文化的生意的人 你才能去操作這個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對於非常多的新移民 如果想要創業的話 我覺得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成功率就大大的增加 這是第一點 第二呢 對於很多的去那邊的打工路架 然後留學生的畢業 畢業生等等 或是甚至境外的這些 想要去澳洲工作的人 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福利 尤其啊 在澳洲如果我們把這個政策 退回到 這個工作線 基本上他未來都是 工作三年後啊 可以轉換成PR 當然 語言的程度一定要達到 我相信應該還是會保持在 5或6那個地方 不過這要看接下來的政策怎麼走 如果要倒退回去到 4、5、7當年的政策 基本上那時候是工作兩年 然後語言程度只要5分就可以轉PR 所以大家都去找工作啊 你找到工作 你基本上 你就可以拿到PR 欸 拜託 不是只有留學移民耶 連工作也可以移民啊 那這樣子的國家 這樣子的國度 怎麼會不想去呢 好那當然也會大大的幫助到澳洲的整個經濟 人會進去去工作了 就會繳稅 經濟就能起來 那我們也看到其實 在澳洲的這個年度財報 他們去年的最後一個季度 就是12月那個季度 其實經濟是不太好的 那當然應該1月2月3月也是不太好 加上inflation一直拉上去 房市等等的 我相信這些移民的政策的開放啊 會繼續的讓整個澳洲的經濟 再繼續維持下去了 所以很常說 我看到一些景氣不好的這些新聞 對我來說呢 對移民政策來說呢 都是好新聞 為什麼呢 因為移民政策 必定會不斷的慢慢的開啟 Anyway 今天這個Breaking News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看到澳洲政策 澳洲的移民局 不斷的會把這些移民的大門 一一的一個一個開起來 所以您準備好了嗎 歡迎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